作為經常要出去做事兼一直在線的記者 隨身帶著外置電以次常識吧 不過再多電量的外置電都有用完的一刻 市面上就有多款電池APP 聲稱能夠優化電池延長手機使用時間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其事呢 我們就選了三款APP來做測試 分別有金山電池醫生 Deal Battery Saver Tower Battery 為了測試這些省電的有沒有用呢 我們準備了兩個測試 第一個就是短途測試 就用這部S7去看片 第二個就是長途的測試 第一回合用相同的Wi-Fi網絡 看大概20分鐘左右的動畫短片 首先不要開任何省電動 開始的時候有80%的電量 剛剛我們就看完這一集動畫 大概20分鐘左右 電量就由80%到77% 那我們現在就開閃電APP的閃電功能 結果都是差不多 大約是用了3%的電量 因為省電APP 多數以減低背激容量省電 在短邊沒有分別也都算合理 第二回合我們會關掉流量 Wi-Fi等等功能 用這一部S5 Premium代機7個小時 比較一下省電功能開和關的分別 首先沒有安裝任何省電APP 剩下的電量為75% 安裝甘山電池之後開啟省電功能 結果有點令人意外 竟然只剩下71% 比不用APP更加差 最後再試Power Battery 結果更加可怕 7小時之後只有55% 測試可能有誤差 又或者多過電視APP之間不堅用 不過只講使用體驗的話 也都有不少缺點 幾個APP都會大幅改動鎖平通知欄等等的界面 廣告更加有不少 究竟它對手機做了什麼手腳 沒有人能夠保證 其實iOS和Android原生都有限電設定 可以最沉的APP限電 緊急的時候也會開啟低電量模式 比起用外門可靠得多